道路要怎麼畫,它不能亂做 它是要坐牢的 交通局的方案從我過去三次 我真的聽不懂 交通局的同仁們非常盡專業職責 已經講了相當多次了 難道委員可以說你們沒講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可以繼續講 但是一定是交通局的人要負責任 我自己認為交通局相當負責任 當一個民團提出一個概念圖 各位,概念圖不是執行圖 那個概念不能執行的 原此交通局非常負責任的 回到巴黎 我自己認為關鍵十七年不是文化資產 不是都市發展 也不是交通 是三個都有 台北人也是這樣子 原此,我懇請各位委員 再回想一下 相當認真的交通局的同仁們 它的出發點不是交通 它的出發點是 但是接近它的專業 它一條線一條線的話 各位,因為上次會議紀錄 說二五十一 只有三個喔 我可以告訴你 交通局每一個案子 任何一個人 給了一個概念 交通局在市府的要求之下 都做分析了 以上,謝謝 交通局 來 交通局這邊想說明一下 很多委員都很關心到 所謂的二零五年的交通科技 我必須說明一下 的確我們有個指標是 希望未來的利益數到達百分之八十 可是其實它以現況來說 是一個非常艱困的過程 其實從去年到今年 我就相信各位委員 應該也都注意到現在很多交通相關 可能甚至對台北市的負面新聞 當我們看到台北市 只要警察不站在路口 就無法進空的情況下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 什麼樣的一個交通環境 這個是我們現在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二零五零年的願景 我們會努力 可是在這個路口 現在現實的情況就是 它現在的事故率 比去年高了三點五倍 而且這個三點五倍 是在我們針對這邊改善 針對路行去消 以及把山景現在貼近這麼近的情況下 我們才降到這種情況 在還沒消之前 它是更高的 一天可以發生好幾起 我們就算往二零五零的願景走 我們現在可以這樣子讓它維持這種情況 一直等到二零五零嗎 這個是我們身為交通人 必須面臨的課題 或許可能我們委員會裡面 的確沒有交通的專業人員 所以我們身為幕僚單位 我們必須要提出我們就交通的見解 以上 主席 林中銘第三次發言 一次到位 絕對有文資界是51比49的一個團體 有些人認為移一公分就失去場域的精神 有些人認為移不移不是重點 重點是為了整個城市的文化發展 都市更新 整體的當然還交通 希臘我可以舉一百個例子 有意義 羅馬超過一百 巴黎更超過一百 這些城市如果有人告訴我 它不尊重歷史建物 我不相信 所以一個開放的社會 51比49的時候 請49的人要尊重51 請51的人要尊重49 我有一個感覺 如果這個法修到 例件一公分都不能移的話 我覺得在那以前可能要有更大的辯論 因為我個人身為一個資深的環境改革者 作為一個文資委員 歷史建物 重點不再疑或不疑 重點是疑或不疑之後怎麼尊重它 我是這個方面的堅決相信者 以上 我想我還是要跟大家來做歸納 就是說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文字的專業 不管你是文字委員會 內部的成員 或者是外部的觀察者 我們當然都來顧這個文字包容 在這種狀況下面 大家都期待把它做最好 但是怎麼去包容 怎麼去接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必要的一個探討的過程 跟必要的修養 所以今天為什麼我們一直持續到現在 就是說 我們可以觀察到 關心的民眾在發言 內部並沒有反彈 但是委員發言 講的聽的進去的拍手 不如幾億的呢 討笑 所以我剛才講 不能夠用這種威嚇恐嚇 我們這樣的一個專業的這樣的一個審查 要不然 我們這樣的開放透明 就失去意義 那簡直是曝露給大家 來做攻擊 各位有堅持 我們在座每一個人都有堅持 我們在座每一個人都有堅持 可是在現實環境裡面 我們就是要選一個答案 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嘛 所以今天我剛才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市政府它願意勇於承擔 但是未來它是負責的嘛 那我們上個禮拜 上一次的會議 聚焦了三個方案 我們就希望能夠聚焦來討論 大家 榮獲有很多很多的意見 但是我們也不可否認 不管是剛才新委員提出來的 幾個方向面向給大家來思考 或 李委員提出來的交通 甚至華委員提出來的 我們要擴大參與 這些我們都在做啊 但是不能夠選擇說 合你意 就笑嘻嘻 不合你意我們就翻臉成仇 這是我們有引導社會的責任嘛 這是我們今天依附到現在 我們希望全程讓大家來互相學習 包括我自己都在學習 怎麼樣來跟大家來互相探討 所以這也是我剛才跟大家拜託的就是說 我們沒有期待說百分之半都認同 這是它又一個選擇 如果大家不反對 未來的平台會持續戰 上一次的會議聚焦到三個方案 如果說我建議這樣子 根據大家多數的發言請下 我們聚焦在方案二 來做推翻這個方案的準備 也未嘗不可啊 各位講的交通也好 2050也好 未來的這些都市 或剛才黃委員講的 到底是誰先時候 我們在這個平台都可以去做推翻它的準備啊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做主席總是要負起責任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做這樣誠懇的建議 我講的話不會去欺瞞大家 但是做主席要往前推 如果我們大家同意 我還是建議大家 我們以方案二為共識 我們在未來會組建這個平台 各位委員如果得空 我們來參加 讓相關的意見 那個時候就不會有給民間關切的說 三分鐘回應不回應 三分鐘十分鐘 我一天給他發言 而且都是公開透明的 公開講的贏就是贏嘛 這是我的態度啦 我向來主持會議 我不是正式會議而已啊 我在主持這些運動的這些反對 靠的就是一個公開透明 所以我也誠懇的拜託大家 我雖然建議大家 我們今天做成這樣的一個共識 但是下一次的會議 一定是把這個平台讓大家公道 看似要翻案 還是要定案 這樣的話也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嘛 所以我再次的 跟大家來拜託好不好 就是說我們不反對 任何的公開透明跟討論 任何的這些意見角度 我們都要能夠接納 所以我再次的拜託大家 我們大家都誠懇的 以一個負責的態度 我們來加速來做這些方面的 一個定案的一個探討 最後我還是強調 不能不選擇啦 不能不選擇 一定會選擇 我們今天聚焦 共識在方案2 我們來剩下的工作 讓市政府來承擔 來加強說明加強溝通 包括對委員 包括對民間團體 好不好 我想我還是拜託大家 那反正 大家 的心意我們都會 一個一個都記下來 如果說大家不反對的話 我們還是朝這個方式 今天用方案2台做共識 但是未來我們會一直組建這個平台 好不好 我想我想 我也連當然也沒有很懂 我聽下來大概是主席不太願意 動用我 我同意 其實只是51、49 我正在49我也同意51的決定 或是80%跟20%也可以 其實就是說 民間之委員當然覺得 這個會議當然就做最後的決定 當然我也不太喜歡說 再繼續延續下去 能夠做決定就做決定 但是因為可能我聽起來好像 主席要用比較採用共識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事情 就覺得有點不太好 就是一定要共識 沒有共識也是個共識 最後還是會有表決的數字 應該是這樣來講 這個我 那我可以保證說 投輸了 或是投贏了 一定遵守投贏了 這樣 那問題啊 就是剛才講的 我們都不謀而合嘛 我剛剛跟各位建議的就是說 今天這個共識做下去 那麼在整個平台推展 跟大家做敵清的過程裡面 它有翻案的機會 如果真的不行 下一次會議真的不行 我會遵照各位委員的建議 我們還是不要做 好不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還是聚焦在 我們這個方案 再繼續做工法 就是說大家可以一直來推翻方案二 那用這樣一個方式 今天我們做成這樣一個共識 那這個對未來的這個討論 已經都會有幫助的很好 謝謝各位委員 還有我幫你這個民眾 我本來選擇不發言 因為我心中已經有定見 但是其實我今天開這個會議 跟過去我開文字會 感覺非常的不同 那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過去也主持會議 似乎有一些委員 他們選擇不發言 但是他們心裡面 並沒有同意說 用這種共識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我非常珍惜 我們在座的幾位局長 跟我們副市長 你們真的是好官員 而且是好朋友 老實說 因為我自己來政府機關服務 但是今天我做一個文字委員的話 我必須要說我感受到今天的氣氛 跟這個主席要下來覺得不太一樣 我感受有些壓力在這個地方 因為如果我不講出來的話 今天我覺得我對不起 我做一個文字委員 那我寧可對不起我朋友 但是呢 我不願意對不起我的職位 所以呢 我倒是建議啊 假如說是 對於要表決 來表決都沒有關係 我記得在第一次表決的時候 我非常反感 因為事實上文字會過去呢 都是共識決 但是我們的共識決 我必須要說 這種古蹟或者是歷史建築 我們是按照它 不遷移的方式來共識的 而不是讓它 要移動的方式來共識的 尤其這三個方案 我根本就不認為 是我們表決的這個議題 當然我可能 因為我上一次沒有參加 所以呢 某些委員 或者說整個會議的決議呢 讓我這個 我的話語的推翻 或者是說不尊重 那這個部分呢 我必須要 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 感到抱歉 但是呢 在這三個方案裡面 表決了我都不認識 但是 至少它是表決 或者的話 我們也許 來談談 疑或不疑 兩個選擇項目來做表決 這是我個人的觀感 個人感覺 那 不對之處也請各位指教 謝謝 所以這是我剛才跟各位一直在報告的 就是 我每一次這樣下去都會有十二方案 每一個人的頭腦都這麼好 會有十三 十四 阿拉伯數字是無限的 這是我誠懇地拜託大家 不是今天的氣憤主席的怎麼樣的一個強力主導 不是 公開通你嘛 我們聚焦在方案二給大家來做工房 你去做推翻 那這樣的話 就不再天馬行空 下一次還會有委員 還會有這個民眾 他還會再提 第十五方案 第十六方案啦 這是我誠懇地拜託大家 好不好 我想就是說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勉為其難 你讓我們負責一次 我們組建這些平台 公開的來講 我們就用方案二共識來談 你要推翻方案二 但是我們小朋友就這個樣子囉 可以啊 我們會組建平台讓大家發言到 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嘛 要不然這樣下去的時候 我們能夠怎麼樣地去推倒這些方向出來 這是我還是回到主席的立場 跟大家來做建議好不好 就是說如果同意 我們還是以方案二 來做一個共識的方案 來做平台的推演跟討論 來做推翻 你如果推翻不了 沒有比他更好的方案 他就是方案 如果有比他更好的方案 我們就推翻嘛 這什麼不對呢 這怎麼不對呢 你拿出第二方案要怎麼討論說 你 所以我剛剛講 你可以再提第六方案嗎 你會再提第十六嗎 那我們叫什麼 我們贊成第二方案的舉手好不好 對不對 我們投票按照贊成第二方案的舉手 我們是好朋友 我才要這樣告訴你 老實說我告訴你 我今天這樣做是保護你 今天你不要去承擔這個責任嘛 對不對 第二方案要推翻掉耶 要三分之二推翻掉耶 我們沒有共識決啊 他不是我們決定的啊 要推翻掉 我還沒有下最後說 我們就是這樣的一個死板人吧 你剛剛就是講說的 你剛剛就是講說的 我說的是方案二的共識 我們家在按照我們的 有疑慮的地方 我們主見平台來做 你要把話聽完嘛 如果說大家都這麼主觀 我剛剛講的 如果都不聽大家的意見 那報告主席 是你主觀還是我主觀 我剛剛已經選擇不發言了 但是你讓我說 我必須要再方案 推翻掉第二方案耶 等於三分之二通過 才可以推翻到第二方案 我歡迎大家發言 我歡迎大家發言 但是 我們發言總是要有一個方向 一個 我發言 我一個提議 我們表決 遷移 或者不遷移 都超過三分之二 就通過 可以吧 我可以 可不可以代替主席 請大家認為說這個案子合不合一 要合一的話 當場舉手都可以 方案二表決 不是方案二表決 就是表決 要不要移或不移嘛 超過三分之二才可以做決定啊 這是意識規則耶 不是意識規則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討論 一直有它的延續跟基礎 上一次聚焦在三個方案 這就是你今天 來又冒出第四個方案嘛 那第四個方案你要去做這樣的一個表決 那待會兒下一次還有人翻案說我不承認 我要來第六個方案表決啊 這就是今天你要去主持會議 我們大家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方式來思考嘛 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 今天方案三個 三個 你就要投入這個第四個方案 這是我剛剛提的重點嘛 我們聚焦在方案二 因為大家如果接受 他是現在不滿意 但是是一個最佳的方案 那來做聚焦他這樣一個探討 有什麼錯呢 但是你今天要提一個第四個方案說 拆或不拆來做表決 那個跟原來的方案都在裡面嘛 那你要提第四個方案 那可以啊 就沒完沒了啊 方案二是不是就是表示要簽你 對嘛 對嘛 方案二就是簽你 那我們就來表決 沒關係啦 如果大家認為是可以接受簽你 那就簽你嘛 那依照我們這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主持準則第七條第一項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就可以了 這樣可能就是比較依照這個準則來辦 就是這樣 是 主席委員 我是覺得我們文治委員 並不在乎你們哪一個案 我們文治委員重要的還是文化資產的價值 價值的問題 當然 在文治法裡面 它有估計跟歷史建築之分 事實上講起來 我們這個文治法裡面的歷史建築之分出現 是在2005年 921大地震以後才出現的 因為921有一些古蹟 它根本沒有身份 但是已經積極可悔了 那時候才把它再增加一個歷史性建築 事實在在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有歷史建築 一個是日本 它是因為在半身大地震以後出現的 我們是在921一時出現的 多是因為有一些它沒有民生分離 但是你把它拆掉 又很可惜了 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建築 只有在我們這方面 當然剛才有人留言想 為什麼歷史建築沒有法則 基本上我們古蹟是比較強硬的 你一定要保留 所以它才有 我們執法裡面才有規定古蹟 所以你不能遷移 那歷史建築之分 歷史建築之分事實上沒有法則 它是一種獎勵性的 尤其我希望我們有一些獎勵的原則 尤其有一些私有的建築物 他把它拿出來當作歷史建築 他已經犧牲了 如果說他為不但 或者他處置不但 而要去罰他 那他會很難去 所以他基本上 我們在一個古蹟是指定的 指定就是我必須要去 那另外一個歷史建築是登錄的 所謂登錄是我申請 我請把它扔下來 而這兩個原則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常常搞混 所以即使在這個 我想即使在古蹟 在這個 《威斯宣章》裡面第七條 它講的是不可以前進 但是除非我為了監管更方便 就更有利 或者是在利益的評估之下 它能夠達到更好的利益 它是容許的 所以其實古蹟也是這樣子去思考 所以我是在想 我們今天文字委員的身份 我不在意你們去做什麼方案 但是我們要去遇到這個價值 文化資產的價值 它是相對的 所以哪一個國家它都有分等級 我們有國定有限制地 或者有歷史建築 在英國它有第一級 第二級 或者第三級 但是它每一層的管理 反正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談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文字委員只能說 它的價值 它的價值如果說界定在利益建築 那我們要保護 我們要怎麼去保護它 在2005年在修法的話 我個人認為它修得最好的就是第一條 因為我們過去的第一條 我們古蹟 為了發展什麼中華民族 什麼什麼的 一大堆發的文 但是當時在修的時候 它主要掌握了兩點 一個就是我們保護與再利用變成的 另外一個是多元化 這兩個是我們文化資產保障法的一個精髓所在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思考這個問題的話 我個人還是從這個價值去保障 那如果文化資產委員會 認為這個是有價值 它的價值很高 或者是價值比較一般 那我們會建議這個文化局 它有四單方式來處理 所以我想今天如果說這個價值要確定的話 有很多基本的資料 看看憲恩老師還不夠確定 如果我想把這個基本資料補足的話 我們把它的基本價值 如果說能夠更加有四單的參數的話 也許我們認為它很高 也許我們認為它的不二二 那它必須要跟北門去 必須要跟郵局 必須要跟我們鐵道部 它周遭環境做個保護 如果我們為了保存它 而把北門犧牲掉 我想我們不允許 如果它又犧牲了這個鐵道部 我們也是不允許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個周遭 我們要把這個古蹟或歷史建築的價值 等於一個列序 如果說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我今天做不到 做不到你就不要做 這個是一個基本價值 不能說我今天強行去做 這是我們講一個職業道理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 我們是否要今天來決定 是否一定要做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在稍微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把這個剛剛講的奉承的位置 或者它本身我上次提到的捷運的位置 在哪裡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那包括像這個隔鎮隔鎮補牆 這我想畫的會非常非常的外汗 非常外汗 對的 你要去照真正的隔鎮的這個 這個祭司要去跟你們好去試 去怎麼去做到 那我想這樣畫 吃掉充足的話 我想就比較歸歸太大的聲音 好第三 好我謝謝大家 我想這個 還是回歸這個公開探討 希望大家還是多多的這個提供意見 多多的猜 就是說 我剛剛還是講就是說 我們聚焦三個方案 如果經過這樣的一個討論 不管在座 或者不是在座的委員 或者是場外的關心的民眾 還有第N個方案 就歡迎再提出來好不好 任何方案 但是我們總是有一個截止 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要這樣子下去的時候 它總是有一個截止方案 你不能聚焦三個再來第四個 這是我的期待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是不是請大家在 這個下次的會議之前 如果還有寶貴的構想 完全提交給我們文治文會幕僚單位文化局 第二個部分 如果各位委員 認為有它的這個價值 還要繼續討論下去的話 那麼我也正式要求這個幕僚單位文化局 從下週開始組建平台 開放大家參加 開放大家參加 公開講 但是在平台上講輸了 就不能在會場再來咆哮 我跟你講這遊戲規則一步一步來嘛 對不對 大家有個遊戲規則 我們來證明看是誰最愛文資 這樣委員會 它這樣子耗下去 就會有意義跟價值 就是誰能夠展現 它對文資保護的真正的價值 好不好 我想這個是第二個 組建平台 有任何方案 歡迎大家在下次會議之前提出來 我們要先Pino Jose 你不能夠隨時給我冒方案出來 各位的智慧在座每一個人都有 要隨時冒方案一定有機會嘛 對不對 但是我講會議 它不能夠一而不決 將來不能夠決而不行 所以我今天啊 如果綜合大家這樣意見 我做這一兩點的建議 那看看還有沒有其他 委員會畢竟他還是委員制 這是剛才委員提議的就是說 為什麼不表決 當然可以表決了 沒有共識就要表決嘛 好不好 我想這是大家 如果你們每一次都覺得說 我們就表決 那就討論了 我們每一個人提出來就表決 這也可以好不好 這我都接受 主席就是成大家的這樣一個共識嘛 好不好 我想這也是我這個 等於是說個人跟大家來做報告 我主席怎麼當嘛 兩個建議 看看其他還有沒有建議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今天就做這一兩個建議 文化局開始組建這個平台 那麼邀請大家 我們對外部有很多問題 市政府的公民參與公開投民 也是這樣執行的 好不好 那歡迎委員都能夠來參與 好不好 當然我也希望了 關心的民眾 你有話直說 有事情了多研究 先聽聽看委員專業的 這樣的一個努力 好不好 我想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面 大家就有對話的機會嘛 過去的政府 他對這些社運團體 民間的 他是不聽的 所以他只要說yes或no 對不對 反核反核不用講反核理由 我就是討厭 但是現在政府是要聽大家的 那你講的東西為什麼討厭 為什麼反對 要有理由 要有數據 這是我常講的 不是我們教書的人常 要讀書啊 我覺得大家都來讀書的時候 那就比較好辦 好不好 來請 請問我們台北市政府 有沒有公民會議這樣的設計 有 那就是 有公民參與公民會 那如果有的話 是不是建議 就是用公民會議這種方式來 我們組建一個平台嘛 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就建議 這個議題不要再對外發散 就是我剛剛講 同樣的類似 它天馬情況會很多 一建議以後 就沒完沒了 隨時都可以做建議嘛 但是我說 我們組建一個平台公開透明 由文化局做幕僚 你要談什麼問題 對未來之間做回憶 這好辦嗎 我是覺得說 這個案子不絕 對於行政資源也是很浪費 因為你們已經開那麼多次會議 也聽了那麼多意見 然後副市長也很辛苦 你看開到7點半 這是對人體是很不敬的公民 真的 而且空氣不太好 那這些我們的 台北市政府一級主管 還有交通局 都發局他們的代表 也是很辛苦 我知道 所以是說 如果真的不能絕的話 沒有共識的話 那我們就尋求投票 就是這樣子 我想剛剛副市長所講的 是可以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 就這樣兩個建議大家 好不好 做成今天會議正式的結論 我們今天會議到這個地方 謝謝 我們今天會議到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會議到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有時候 是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教育一下 它在地方 四處 育曲 好像 謝謝 琳珍 憲